有些事情是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有些事情他是法律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可以透過選舉 用選票來印證你 你的理想是對的 那麼法律問題 即使選票支持你 法律問題你還是要面對 高宏安就是如此 大家可以看看高宏安 當時投入新竹市場選舉的時候 他的支持度大概兩到三趴而已 他可以到九萬多票當選 為什麼 我就講態度 民進黨還有這些 絕大多數不喜歡他的人 鋪天蓋地的攻擊他 他的回應是什麼 他是選擇是扛起來跟你對戰 不是說起來來代表他的小青心 如果要有小青心 高宏安應該更像 對不對女生嘛 又小小的 他沒有他是扛起來跟你對戰 跟記者戰 跟這個民進黨戰 甚至跟一些國民黨戰 他全部都戰 戰到他當選 那當選了以後 如果說你面臨的 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如果說當時這個 所謂的這些小兔秘藏 這些帳本助理費是政治問題 高環選完以後 高枕無庸 沒事了 結束了 也不會再討論了 可是為什麼選後以後 他這個助理費的問題 余波蕩漾 而且越燒越大 今天媒體上報導 從昨天到今天一路出現什麼 包括檢調 然後約那個什麼 就小兔賬本 對小兔賬本 包括小兔 然後包括其他一些助理 大概都密集的在約談 重點就是在這個小兔賬本的作者 他跳出來了 我就小兔 因為為什麼這賬本裡面 絕大多數代號 什麼R助理 什麼助理 什麼助理 捐了多少錢 他好像旗下管了四個助理 要關於來經營這本賬本的人 如果沒有這個作者 這個賬本其實很難定案 因為裡面都不是實名制 都是代號 那他直接跳出來說我是主任 我就是小兔 那這很嚴重 那就表示R助理 他也知道是誰了 這所有代號 都有一個人在那裡 然後每一筆錢 為什麼發薪水的時候是五萬塊 等到實際節點拿零元 所以這誰知道小兔知道嗎 當小兔這個人跳到檯面說說 對這我做的 然後我告訴你 我跟你解釋這五百多頁 每一頁的細節是什麼 那這不就是 這就不是政治問題啦 這是法律問題 所以高環要不要面對 他要面對 所以高環又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他現在可能還認為還在選舉 只要政治認知正確 只要群眾支持我 我就可以過關 不是的完全錯了 選舉結束了 你現在所有的 免責權保護傘 就到二十五號為止 就立委 立委是不能保護傘 你二十五號 你一定要辭職嘛 當你就任新竹市長同時 你就失去了立委的所有的免責權啊 那所有的法官以前不能到你立法院去搜索 你不能約談你現在都可以約談了 你不能說這是政治迫害 我不相信司法會用正 用政治迫害就不約談你 他一定約談你 他是政治取向嘛 所有的證據 你的證據走到哪裡 我就查到哪裡 那現在高環你面臨的是主任跳出來指控你 主任跳出來證實這個小吐障本 卻有此事 然後你就你又被人家講出一句話 我覺得這也是他最傷的 就是大家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法律的問題我會解決 我會擺平 這很嚴重耶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一個總檢查 檢查總長要跳出來 我覺得檢查總長 你要呼籲全民對這個事實的信心 中華民國沒有任何一個人 包含總統可以左右法律問題 所以沒有人可以擺平法律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針對高鴻埃 你要出來講明白 否則如果等到高鴻埃就任了 25號上任之後沒有任何程序 沒有任何動作 不管是因為市政不足 還是因為證人不足 還是任何的因素 可是你沒有出來宣誓大陸說 果然被擺平了 原來中華民國的法律是可以被擺平的 這會讓全國本來對法律有懷疑的人 他會跳得更高 說你看搞定了 那麼高鴻埃 他會因此沒有事 不會的 為什麼這個事情市政還在 可是因為延遲的調查的時間 或者是罪證調查不足 那麼國人對於法律就產生了懷疑 我覺得這是大的災難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任俊 那高鴻埃應該也是第一個 就是還沒有就職 大家就在討論說 這個四年的市長任期對他來說 真的是一條艱辛的路 因為包括其實選前的時候就有人講說 我告訴你 他能不能做完還不一定 因為那時候老柯有講過類似像這樣一些詞 現在他會怎麼樣面對這些 包括現在看到媒體上所出現這些資料 郭君因為剛完在講說這個什麼助理廢案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一個前立委的那個例子 我曾經在節目裡面講過說 他那個案子後來從一開始被起訴到審判完三審定驗 就是都那個無罪的那個狀態 其實將近花了四年的時間 所以我曾經在節目裡面講過說 哇 那個四年的話公安當然是跟他賭下去 但是當時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最近大家為什麼一直在討論就是說 四年你可能連這個任期你都沒辦法做 是因為我們根據地方制度法的第七十八條 基本上你只要縣市首長像這種貪污的什麼 一生有罪不好意思不是等到你把他打完 那基本上你的縣長的職務 縣市首長的職務就被立刻被停止了 那這個其實沒有任何的疑義 因為我們這是法規上面的規範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這幾天大家一直在看就是說 你剛完的助理誰誰誰 因為你看今天都還有在講說 是不是後面在約談誰 那我們在看這個新聞比較特別 為什麼五哥大律師 就是說一般來講 檢方找誰來約談 如果放租到媒體上面 大概會講說什麼什麼某助理 或什麼什麼什麼助理這樣 很少把名字啪啦一聲 三個字全部全都錄給你看 那我當然認為就是說 當事人是不是也也願意 或者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一件事 但因為他確實具有一個很關鍵的事 當剛完一開始在面對到 這個助理費的爭議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講 他一開始沒有否認有 他沒有否認有把帳轉出來的這件事 但他用了一個說法說 都是助理做的啊 那我他們就告訴我說 以前都這樣做還講說這個助理 是從以前的辦公室就一直留下 現在大家都知道嘛 他的前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助理的那個前老闆 就那同一個辦公室 就李俊逸嘛 那李俊逸也覺得衰啊對不對 你這樣搞好像 你這樣講好像是說 你看你以前的助理來這邊之後 就告訴我說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是不是你辦公室有這樣 你知道那種很可怕 剛剛講說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在網路上的人設備講成怎麼樣 我跟你講現在連我都不認識我自己是誰 你知道那種狀況其實很明顯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很重要的是 當一個行政的助理 而且看起來所有的帳都是他做的 那裡面有幾個比較關鍵的 因為我認為第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內帳 內帳一般喔 我們在座所有人都看不見 因為內帳給誰看 給老闆看嘛 但是因為這裡面 你又發現到報導裡面 有一句話很特別說 有幾張的那個被指示 被order說要把它銷毀掉 那這個老實講 如果你內帳坐在裡面就是大家自己看 看看看你就留著嘛 因為我就是知道收支有多少這樣子 為什麼特別那幾張要銷毀 我覺得為什麼在那個新聞裡面會凸顯出 這件事那是不是老闆指示 你要銷毀掉 那表示老闆從頭到尾都知情 所以這裡面就會回到的是 我們在強調就是說 公款公用這件事情在法律的層次上面 是不存在的 可是像出現從選前一直討論到現在 譬如說像Z9是OK 那大家不是講說那裡面有一個就是什麼 五萬塊錢 如果後來只拿了零元 或什麼 他就跳出來講說沒有啊 他就有小孩要養啊 他說誰會回圈然後拿個零元 我聽說訊息到底是真是假 是對是錯 這整件事情蠻撲朔迷離的 可是檢方現在你從沒這樣報導 是確實是在一直在約談這些 確實是沒有錯 而且現在看起來約談都是所謂的前任助理 那現任的助理老實講 目前為止最少訊息是沒有出現 那我不針對個別的人去講 他講什麼 因為老實講助理這麼多人 你光看那個帳也知道 不是每個人轉出來錢都一樣嘛 那搞不好有人真的沒有捐到 我覺得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他的他的 他遇到的狀況 他做的這個證詞 或者他說的話 以後他自己要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現況來看 是大家會覺得很怪的是 我知道在這一次的偵訊裡面 其實檢方一定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高雄安講說 你們這個所謂的助理費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加班費 回捐的事情 究竟是不是有委員跟你商量過 也就是你是真的屬於自願的 因為這個自願這兩個是誰講的 是高雄安說的 他說是大家願意嘛 大家發善心 善心是我說的 他們願意把錢回捐出來給大家用 可是這個問題就有問了 就有直接問說是這樣嗎 那我知道其實有有回答是講說 沒有其實不是跟我商量 是我們進來委員就說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這些證詞 當然他在比對的是 高雄安在過去一段時間 曾經為了這一個所謂的助理費 或者是加班費轉出來變成 他口中的公基金 而且那個公的這個字 我老實講有點大帽子 你知道嗎 因為到底是公基金還是變成 變成黨庫 私庫 那個真的很亂嘛 所以現在連扯出來講說 你民眾黨參會聚餐 高雄安買單怎麼買到最後變成那個發票 拿去報你的公基金的內帳 那這個算在什麼用上面 那這個很怪啊 所以民眾黨的被問到 所有人都說不知道 那不知道 限定公司他是被邀約去的 那不知道這件事就很特別了 是高雄安買的單嗎 我就講就是最合理的懷疑 就是說你買單 然後你說我拿回來辦公室出 就不是我自己出錢 但名義上是我買單這件事 第二件事還是這單誰買的 不知道但發票到了你手上 所以被拿去爆炸 那有太多奇怪的事情 所以這個助理的出現 我認為重要 為什麼 如果高雄安真的沒有這件 如果辦公室沒這件 我就要還人家清白 我都講過我們不要衛審刑判 也不要自審自判嘛 所以這整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 檢方確實大動作都進來做了 那至於高雄安什麼時間點會被約談 我認為檢方有在避 因為這個保護傘的這件事情 老家我覺得他也沒有必要去 卡這個幾天的時間去跟他搶 就等候面就職以後 可是家瑜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在選前其實選前 對高雄安跟沈惠龍這一戰 對民進黨來講 已經是打得如火如荼的 現在雖然選完了 可是過去這些發展 在整個來講你們有在評估 後續的一些效應嗎 確實高雄安的這個司法偵辦的進度 並沒有因為選完而停止 而且反而是越來越多 那當然一方面對於他就任新竹市長之前 卸任立委之後 這中間會發生什麼變化 其實大家也都在看說 高雄安的副市長怎麼佈局 還有新竹市的這些人事怎麼去處理 那看起來其實高雄安他個人要面對的司法問題 確實是蠻多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高雄安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 但是民進黨也有自己的問題要去處理 並不是說今天高雄安的司法問題 處理完之後 民進黨自己內部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某種程度就是說 如果高雄安這件事情確實司法定調 而且在可能就任之後 一審定宴等等 會影響到他新竹市長的職務 那如果在二零二四之前的話 確實也會對選舉可能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也證實說 這之間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確實也是其來有志 那當然就是說司法偵辦的進度如何 我覺得都會成為在二零二四之前 大家討論的話題 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其實高雄安辦公室 確實也是低氣壓 因為據我瞭解他們辦公室的人 也都不會到新竹市政府 就是說這個助理啊 沒有要帶過去 都沒有都沒有去 所以說變成說他們辦公室的人 其實在這場選戰裡面 也是真的是受傷蠻重蠻辛苦 家瑜剛講到媒體上有報導說 是不是現在在辦公室的助理 不會帶到新竹市政府 新竹人請問一下 第一個新竹人怎麼樣看待說 高雄安即興奧就職新竹市長 可是後面可能會出現的司法 司法上的一些的問題 第二個全國大概沒有一個副市長 會這麼受重視 因為大家在討論新竹 已經在討論到 誰會去當他的副市長 因為這跟牽扯到剛才講說 如果萬一要是就職以後 可能有沒有面臨到地方制度法 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就是說副市長要代理 所以這些問題 對新竹人來講會怎麼看 我們新竹人從選前的那個 你知道SPA-LINE焦點 誰會選上市長 我們現在的SPA-LINE 是在於誰會去擔任他的副市長 網路上都在問啊 我先講前面的 那個台獨理論大師林卓水曾經講 他就說他臉書寫說 新竹人就是高雄安問題那麼多 還可以九萬八千票高票 他說新竹人瘋狂了 我要跟大家報告 新竹人不是瘋狂 你只能說新竹人 對於民進黨的不滿 那個程度已經超越你的想像 你看這一次高雄安拿下四十五趴嘛 如果你再看另外一個林庚人拿下十八趴 那沈慧雄其實拿下三十五趴 等於六成多是 這些人是擺明就是讓民進黨下架 他才不管這個人是誰 他也知道高雄安問題很多 不管 那這裡面當然是跟林志堅有關 其實從林志堅的整個人設 其實從去年底那個新竹縣市合併 這件事情就開始崩了 因為當時就認為說 你好像是為你自己打造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選桃園市長 然後就來論文 所以其實整個整個流程是這樣 好 那現在重點是在於說 高雄安他現在的案子 那這個這個副市長是誰 那其實他已經 現在有在喬了 他其實前兩天已經透露口風 他說他會找一個能協調府會關係的 就是市政府跟那個議會的人 然後現在已經傳出來 可能是一個叫陳炳黃的公務員 那這位公務員何許人言 他在新竹擔任二十年的公務局長 非常資深 在今年才剛退休 這四十三年的公務員 那為什麼他 為什麼可能是他呢 因為陳炳黃他在卸任前 最後一個位置是議會的秘書長 新竹市議會 那為什麼他會擔任新竹市議員秘書長 是謝文進擔任議長的時候 把他帶進去 所以這個陳炳黃 其實跟謝文進的關係是很密切 那我們以前講過 謝文進就是那個高雄安旁邊的大將 前議長 所以現在你看 然後重點是重點是 因為高雄安 可能真的就做不久了 因為大家講嘛 你不能這樣講 可能啦 可能 我要是真的有什麼狀況 因為小兔這個案子 現在雙方的說詞一定 你看柯南說真相 只有一個 那個小兔帳本是這樣 高雄安說是那個黃女就是小兔 他他延續 他建議延續李俊義的那個攻擊金的制度 所以是高雄安說是他那個小兔 他建議這個制度的 但是小兔根據那個媒體上面的寫法是說 小兔認為這個東西不當 做這個帳是有問題的 可是他說小兔說 高雄安的男朋友李中庭說 就這樣做就對了 厲害喔 好像 現在變成是這個兩個人一定有個人說謊 那如果那這裡面就會有問題 所以那因為地方制度法很嚴格嘛 他就說你只要一審 一審有罪就是停職 那停職的話就是由副市長代理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很可能這個陳秉煌 那陳秉煌其實就是穩穩的啦 對高雄安來講 他現在要找這個副市長 就是可以協調服務 除了現在講的這個人以外 大家其實更在乎 因為二十五號以後 柯P就沒有職務了 柯P沒有職務 那他是民眾黨黨主席 那他他又告訴你說 他如果不選二零二四 那才叫新聞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位置 所以網路上也有人在問說 那柯P呢 柯P會不會也到 也到先頭市去 然後或是 這兩天好柯P說要告人嘛對不對 他要告卓冠廷 因為卓冠廷講說 他要推薦人選到新竹市任府 然後高雄安沒有要全部買單 兩個人又吵 然後柯P他們就講說哪有吵或什麼 他說他一定會介紹人嘛 所以柯P為什麼現在態度 會是這個樣子 我聽到的消息是本來這一次的選舉 高雄安就沒有讓他介入 就是高雄安他有自己的選舉的那些 其實他新竹人那麼多 他哪需要臺北的柯文哲幫忙 所以其實空戰當然需要柯文哲 可是其實那路面的那些組織 他其實新竹那邊就有 他既然有人的話哪需要你臺北 所以那柯文哲今天 柯文哲還是當然對柯文哲來講 他沒辦法 因為高雄安現在就是他民眾黨的 最後那一塊攤頭 當然還是要去繼續保持身量 那所以柯文哲今天就嗆一件事 他就說司法都辦高雄安 然後新竹市棒球場 十二億的不去辦 然後官埔國小十六億的不去辦 就講這個 那我要講的事情是 只要有違法都得辦 高雄安你有違法就是得辦 那如果剛才講那個棒球場 或是國小 如果他有貪戶必然的話 那當然要辦 這是法律問題 這是跟什麼政治無關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現在就是失去一個著力點 就是說原本大家應該是 歡歡喜喜敲燈 張燈劫彩去慶祝高雄安 就職給你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可以在新竹市 做出一個亮眼的成績 那這樣對他二零二四的總統 當然有幫助 可是偏偏跟他講案子那麼多 還沒糾認就一堆烏煙瘡氣 連他的辦公室人都不帶去 人家看了蔣萬安辦公室 是髒燈劫彩 洗洋洋 準備要進市政府 去當局處長 結果高雄安的助理 是不但沒有辦法帶過去 而且因為他是高雄安辦公室 所以助理有講 就是說他們現在去別的 立委辦公室應徵 人家就說不會 就說你是高雄安都不會來 所以這個你知道 這個兩相對照 所以這個人家在喜氣洋洋 結果柯文哲這邊 高雄安這邊 其實是就愁眉苦力 那我只能說這就是新竹人的選擇 我只能說我們的市民 選擇了一個這樣的方式 兩全其美 第一個就是說 也可以看看新竹市 到底有沒有必案 高雄安來做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真的 因為怎麼樣的話 其實我們也做好了 就是再來 我選一個市長的準備 對 嘉義有沒有他們的助理 要到你那邊去 沒有耶 但是就是說他們的助理 我也有認識的 對他們就是想要 可能到別的 議員辦公室 議員辦公室 或者是先休息一下 所以他們的 我就說他們滿低氣壓的 那確實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清竹市畢竟跟台北市不一樣 因為新竹市只有一個副市長 台北市加大業道 我可以所有的閣員 什麼都可以換 清竹市高雄安能布局的人士 也不多 一個副市長好像才三個局處 三四個局處首長 所以 聽說其他都是常任的 這些政務官 就是說他能夠去掌握的人士 也不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柯文哲他還有介紹人選 加上高雄安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人選的話 確實這中間也很為難 那他能夠帶過去的人也不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去 那確實我覺得高雄安他現在 雖然剛選上 但是新竹市的整個市政 他要重新上軌道 加上又有司法的這些紛擾的話 對他來講其實是蠻辛苦的 所以未來新竹市 大家現在在看嘛 也是放大鏡檢視 包括說他今天有沒有到立法院 預算他有沒有去審等等 因為他畢竟還沒有辭立委 所以有很多人在檢驗說 為什麼你不辭立委 那你如果不辭立委 你有沒有在做立委的工作 那你新竹市 你有沒有在做清竹市長的工作 你的布局是什麼樣 所以他其實每天都被 被放大鏡檢視 對高雄安來講 我覺得他的政治路 雖然選上了清竹市長 但未來看起來 是非常的坎坷 OK